瑞芳区的喉洞桥下的后凹溪每次雨季来临的时候 都很容易因为河水的冲刷而损坏到桥梁结构 而且河水还会继续往破裂处侵蚀 甚至造成更严重的掏空 当地居民就表示现在防汛期又来了 很担心又破坏到桥梁的结构 因此希望能够尽快来改善 在瑞芳区的喉洞桥下在十几年前有试作护案 不过护案经过十多年的河水冲刷 已经老旧破损可以看到护案都被冲破 然后被冲到河道里 里长说这条后凹溪在雨季时雨量相当丰沛 所以这里的护案长时间下来就很容易因为河水冲刷而损坏 而河水还会继续往破裂处侵蚀 渐渐的里头也都掏空 这上头就住着几户人家 居民都说会担心真的不是没原因的 而且也连带影响到上头的桥梁结构 前一阵子只进行了除草的部分 但是只能够治标不治本的话 那住在两岸的里面都住得都非常胆战心心 那希望有关单位能加快小步 由于整治经费还没消息 所以公所只能先除草 只是这根本治标不治本 随着防汛期的到来 附近居民又得开始担忧起来了 介绍威 瑞芳 采访报道